那随着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啊 很多的臭宝想养一个花 能在室内开花还很香还很大气 那肯定是茶花了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臭宝 它不会养茶花 然后从网上买了寄给咱了 让咱教给它怎么养 那这个茶花呢同样是来自福建那边的 福建那边的茶花 该说不说啊 还有杜鹃养的都是蛮好的 而且价格也便宜 描钱也不错 好了咱们先开箱 大家不会养茶花的呢 你可以点个关注 然后后期呢没事的时候 还有更多的养花知识 你们都可以学得到 老花姨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 老规矩先检查描情 描情很新鲜 第一步呢咱们也是收到以后 先拆包装 做了咱们就是检查一下根气 这个土不出意外的话还是沙土 你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茶花现在目前呢 除了沙土就是椰康 因为基本上都是广东福建那边的居多 有的话说咱们北方都没有养茶花的 北方不是没有 如果说咱们北方养茶花养到这么大 起码的话得要小两年的时间 一年是养不到这么大的 而且于北方这边呢 你到了这个冬季要加温 你像我这个棚 如果说加温的话 一个月 这是一个2800平的一个棚 就是一个月光 你如果用纯电的话 一个月得2万块钱的电费 那么夸张吗 就那么夸张 就是用那种水源热泵的话呢 我还得重新打井 就是一个加温 有的话说不加温茶花不也能过得去 是能过得去的不涨 对吧 不涨就不如你在南方那边一年四季涨 而且还老爱开花 所以说成本低 明白了吗 你同样的人家一年 能长成这个样 我们这边要两年 那这价格不就差多了吗 是吧 所以说呢 你那边要去多 说到手之后呢 检查一下根系 这个还是比较哇塞的 咱们呢 把表面的这种浮土给它去掉 有的话说 为什么要去掉表面的浮土啊 因为这个浮土很厚 咱们在种的时候 有的花肉再加厚 就会导致闷根 接下来呢 就可以换一个盆 这个盆呢 确实难看 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养护经验 这个盆就带着 先套一个盆 暂时养着 好吧 这第一步 我就先换盆了 选择花盆呢 不要过分的大就OK了 这个就是已经大到极限了 你看 你再大了就不协调了 再有一个呢 就是容易不排水透气 长得就慢 好吧 现在底下垫一层底土 残花呢 也叫三残花 它是喜欢空气湿度 要高一点 它喜欢冷凉一些 有的话说 老师我在北方能养吗 其实在北方也能养 你要考虑点什么呢 光照要好 夏季高温的时候 适当的遮阳 其实换土没什么毛病 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 你就买老花椰这种 我这个是进口土 这个是配方型的 我们棚里面90%多的养 都是用这个 不论是牵探还是育苗 都是这个 如果说你有杀土的话也可以 有的花友会买那种 三残花专用土 还有什么专不专用 就你使这个土就完事了 你看我埋的时候呢 不会埋得太深 发现了吧 就这样就等于换完盆了 表面的稍微薄薄的 浮一层浮土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换盆啊 不要换土啊 你换个盆 加一些土就OK了 有的话说用了这个土 你不用考虑那些 我们已经试过了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苏蕾 你看 这一个上面呢 它有三个花苞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上面 也是有三四个 这个上面有无数个 那咱们要做什么 你像这个花苞透色的 你把下面这两个 给它掰掉 如果说你有足够耐心的花友呢 你把所有的花苞 给它拧掉 如果说没有足够耐心的话 你像我一样 还想兼得的话 就把这种小的先给它掰掉 只留一个大的 有的话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给你简单的解释一下吧 以我大舅子打个比方 我大舅子怀着孕 找了个对象 你说人家能愿意吗 非得要求我 大舅子把那一胎给打掉 人家才给他结婚 有话说不打 不打也行 你反正家里边的农活才得干 啥活都得干 你像这个也是啊 它到了一个新环境 它不适应 它只能 你给它人为的减轻一些负担 先让你家里边养活再说 你带点花来 我要的是葫芦 所以说要苏蕾 这个就是为了营养 更充分 来让它适应新的环境 就这么个事了 这样来就浇水 正常养护 别的没啥了 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 长时间的碱性过高 会让它浇苗 会让它长得不好 明白了吗 你像我们这个棚里面 都用的纯净水 你有条件的出品 你可以多储存一些雨水来浇花 有的话 如果我养了半年 一眼是没有 就浇资来水 你就怕时间长 两三年三四年 它时间长了以后 碱性化了 人家说病来如三岛 去病如抽丝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只要等它碱性大了 不是一天的事 你想要它调酸 也不是一天的事 明白吗 懂这个事就行 只是给你说了一个点 像这种石器 有的话说可以施肥吗 可以施肥 我刚才没有往下面 加一些底肥 你如果说用的是 这种进口的泥炭土的话 建议大家是用缓湿肥 你也可以放到盆底 也可以放到盆底 也可以掺土 注意自己的量就行了 不要太多 你看一般的话 撒这些就够了 差不多点 这样给它搅了搅了 这样的话就满足了基础的生长 明白了吗 其他的肥料就暂时先不用 你当然了 你等到下回浇水的时候 可以用一些个磷肥 你比方说磷酸性价 你比方说一些 光滑性的营养液 接下来咱们就是浇水 这边水是务必要浇的 加一些个杀菌药 就是预防一下 加一点点 你有条件的话 还可以稍微来一点点杀虫的 这个就没必要了 因为我们棚里面 会定期的进行消杀 我就给大家做个示范而已 用一点生根液 是为了让它快速的浮盆 别的没事 你看换盆 要排水透气的 别过分的大 一定要排水透气 不论是什么样的盆 明白吗 这个不是关键 土用好一点的 你可以用沙土 用沙土的话 最好是配合粪肥 一定要完全发酵复收的 你看老花一用的 就是老花一的一个通用配方土 我就用的是缓式肥 浇水的时候 配点生根液 就完了 尽量的雨水 光照它不怕晒 它就是夏季高温的时候怕 它怕那种干涩干涩 尤其是北方的花油 有地暖的错 就是你怎么理解呢 比方说北京的话 你喜欢养茶花 北京那边的地暖 供的就很热 它能达到二十多度 空气湿度几乎为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那种 二十度 一二十度 它就很干 很热 它就不挖晒了 它喜欢冷凉 潮湿温润 喜欢弱酸 你懂这个点就行了 然后就梳理 别的还有啥 就这么简单 有话说 我养的不好 你养的那种干边 胶边 或者是 这个茶花的叶子 不好 茶花是发黑的那种叶尖 然后开始 逐渐的去胶边 它是怎么回事 它是水大 积水恶根 如果说是发黄 发褐色的那种胶边胶尖 那就是过干 过热 还有一个就是碱性过高 明白了吗 其他的没啥 那有的话说 老花一 你怎么还梳理 你的技术还不行吗 不是我技术行不行 是梳理更饱把 你把花朵全部拧掉 更哇塞 就是更好活 别的没啥了 你让正常的放着养 在室内也可以养 一定要给它光照好一点的地方 明白吗 花友 不要洗根换土 就带着花膊 不要洗根换土 你要洗根换土 你还得动点 就是你得捡差不多 捡吐了 基本上 还有一个点 就是他们会问 你这个杀手跟原来的土 它利于结合吗 这个没事的 泥碳土跟万能土是一样的 你用过的话 有他都知道了 好了 视频比较长 比较啰嗦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意 白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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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